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飞观武克正上校在失事时曾跳伞逃生和飞机一起坠海 他虽然获救但是送医不治 而这起试费意外也让出场的四架原型机剩下三架 同时是IDF出场以来最严重事故 1999年7月12日 五名台湾慰安妇包括阿桃等五位阿嬷 在律师王清风以及妇女救援基金会人员陪同下 搭机前往日本东京展开求偿行动 要求日方比照前台籍日本兵的方式 提供必要赔偿 同时对受害妇女道歉谢罪 2000年7月12日 前后两辆武装宪兵车押送 陈其里被上手铐坐在车内 陈其里是置评专案查其对象 他逃亡柬埔寨后 接受总理封为勋爵 因为接受台湾媒体专访 公开展示随身的自卫枪械 遭到罢官收押 收押行动受到大批媒体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我是松岳明 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另外也可以上LINE贴图小铺 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